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整体的样子 整体的它你看这个上面就跟一个home键一样 我们点它一下 比如说我点到一个随便点一个 你刚才做 然后再点这个参加home键回到了一个主页 它会告诉你一些这个报告 还有什么你需要提提你的提高的一些步骤 一个地方在这里 然后大家注意 然后这个搜索栏 比如说我们想搜某一件就是某一个设置 比如说我想搜一个什么用户 是什么用户我们就可以往里填 就是它这个你想搜的这个设置输入进去以后 你看如果它有这个快捷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搜索出来的东西 它会告诉你 然后如果那个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去你看在帮助中心 帮助中心找的话 它就会直接跳转到一个 它Shopify自带的一个这个文章 它会自动搜索它设置好的文章 然后再去搜索咱们的字 然后就可以大概率去解决咱们的问题 然后咱们一定要那个找准那个关键词 就比如说我想用用户这这个词 我想添加员工对吧 你看我添加员工 我想用户然后他会这个那个联想出来这个词 然后这个词大家注意一定要搜好 就是这个填好以后它会马上就出来帮助咱们 比如说不知道在哪的话 它就会直接有 然后就是一个这里 还有一个刚刚咱们换语言的地方 就是一些关于咱们的账户设置 都在这个管理账户 它这个一点击 它不像你看它不像这个设置 设置它是会直接从本这个 本站再转出一个 那个菜单栏 但是它这个的话就直接又会跳转 跳转到这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设置 这都是一些安全性 还有一些关于账户的信息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里安全性跟大家再顺便说一下 这里就有一个那个两顾验证 大家如果想让这个安全性更高的话 可以把这个打开 打开以后 它不光是你看刚刚咱们注册 就注册了一个账户的那个邮箱 还有密码 然后他这个如果开了以后的话 他在登录的时候的话 他还是需要一个那个手机验证 就需要一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实时的一个那个验证码 我们才能登录上 然后是我们的操作 大家注意你看我们在这个Shopify后台 我们只只能点击 这个你看我我点击进去 我只能用用左键对吧 我们一般在比如说其他的app里 比如说一个软件里 它有那个右键 它右键里也会出现选项 但是在Shopify后台里它不行 因为它是在网那个Chrome里 Chrome里它这个右键点出来以后 它会是一些浏览器的一些功能 所以它就干脆把这个这个删掉了 把这个功能删掉了 所以大家记得在Shopify这个后台里面 大家尽量都是用点击的方式去点击它 它大家的信息也会这个在 你比如说我点击一下 它就出来了 而不是说我点击右键 它就它就不会出来 因为这是在网页 然后这是一个大家要注意的点 然后刚刚介绍了这里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主页就是大家我们需要 比如说我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了 你看它这些任务 也不是任务 就是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然后需要去大家去做 然后订单的话 就是大家后期上传产品以后 比如说是这个购买以后 大家可以在这里具体查看 然后产品是最主要的 然后比如说 我们上架某一个产品以后 我们的文字 我们的介绍 我们的图片 都应该在这里去做 然后剩下的 其实大家都可以上传后 大家可以看这些就可以了 然后又来到这个位置 在在线商店 在线商店这里面 我们需要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模板 它就是一个我们的后台了 我们点击这个自定义 可以直接去找到 这个后半部分的操作 在这里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已经开始设计 这个整个网站的这个页面 然后这里大家要注意 这个相当于是从主 后台主页点击进入 进到这来的 相当于是我们从一个大屋子里进了一个 进了一个房间 如果我们想出去的话 记得我们把这个右上角保存 保存之后我们再出去 要不然就很容易造成一个 比如说我都添加了网站的做一半了 然后他突然就忘保存 然后又点击退出了 然后就没有保存 就还得再重做一遍 就挺麻烦 然后相当于进了一个屋子以后 我们保存以后 我们再点击左上方 然后再出来就行 一般是这个情况 然后下面的也是 我们去做好这些 这个模板以后 我们直接往里去添加就行 添加以后 他相当于是把文字直接抓取的 然后设置里就是 跟他刚刚的那个用户信息 设置的还不太一样 这相当于就是网站的一些 商店的信息了 那个是个人的账户信息 然后这个是网站的商店信息 还有更多的 做Shopify电商 以及海外互联网营销的技巧和方法 我们会在美东时间 每周六晚八点的直播课里 为大家免费分享 想学习更多的跨境电商知识 欢迎登陆我们的网站 TuiTraining.com 和我们公司的网站 TuiGroup.com Tuiince 欢迎订阅